省事大概一分钟 小西门女士们大家好 我是山下之后 今天是星期六 所以是山下随便说话 上周开始我介绍日本的各种各样的职业 当时我介绍什么 你们还记得吗 对 什么 那么今天介绍的是 还是你们特别在意的这个职业 不是啊 对在火车上 专门推别人上车的每一个人 我来解释一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啊 其实当时有点意外 是这样 嘿 打工员 居然不是女汉人的吗 听说做工作之前好好学习的样子 学什么 社員の方が行うこともあるそうですが 朝の混雑時にのみ必要な仕事なので その時間だけアルバイトとして専門の人を雇うことが多いそうです なんで専門的人って 那么问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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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男人没有问题 不过怎么推女人啊 推的时候不小心摸 可是邪尾只要背面向着, 后面向着, 但脖子也要射入, Again, 打开, 跟脖子更张 所以,甚至女性爆发 押去, 再次押入, 再次押入, 又押入 是居然如此! 與索寰丹 一千円 これ深夜のコンビニよりも低いですね 東京の深夜コンビニバイトなら 時給千四百円くらいなはずです 今度は選んだが 好!那次僕も一緒に日々 今天的日々是 どこ触ってるのよ!変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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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唯一年度訓練 好!那次的動画を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次回の動画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バイバイ 日本の東京に旅行に行きましょう 朝7時8時の電車には乗らないようにしましょう めちゃめちゃコミ